不行,今天也根本睡不着 我的名字叫左朱博文 是刚踏入路上生活的新人流浪汉 我有难言之隐,丢了以前的生活 离开了我出生的那个地方 不要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才是礼仪 之后我就变成一位失踪者 流浪各地,终于在这里 大阪,完全没钱了 原来露宿街头这么累啊 就这样,我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哀示了我的游民生活 游民也是会饿的 哦,好香啊 但我却身无分文了 别说拉面,连一个面包都买不起 太惨了 但是,上帝并没有抛弃我这个进退两难的人 什么,去爱林地区的话 就算是游民,也可以找到工作 在便利店随手翻到的杂志上面 竟然写着我也能够赚钱的方法 爱林地区,位于日本大百市西城区的北部 是日本三大宿民街之一 这里有很多游民,以及日捷零食工 大家应该也听说过这里被称为 日本唯一会发生暴动的地方 虽然我对这里的治安感到害怕 看这样下去也是饿死 根本没什么好怕的 我下定决心后,终于踏入了西城区 好冷啊,这里真的能找到工作吗 2010年3月上旬的半夜三点 我到了位于大阪市西城区的爱林公共职业安定所前面 在这里能找到的工作,大部分都是建筑工地 所以早上很早,一到五点 公共职业安定所一开,就会有建筑业的车来找劳动者 而劳动者们就会冲上去 找到适合条件的,就赶紧上车 来了,基本上抢工作的都是先到先赢的 不赶快的话就抢不到了 9200日元做两个星期,128000日元 好,我抢到了条件还不错的工作 他们只需要名字而已 身份证,联系方式都不需要 只是,这个戴着墨镜的男人就是公投 看起来真是气势逼人 不会是那方面的危险工作吧 我被带来的是日本冰库县三田的深山里的某个工地宿舍 哇,这完全在深山里面啊 从今天开始,我要在这里度过两个星期 宿舍虽说是一人一间,但很小 而且被烟熏到整间都是黄色的 还真脏啊,喂 不过,比露宿街头好 厕所连马桶都没有,就只是个洞 也就是所谓的抛取式粪坑 实在是太臭了 看屁啊 而工作的内容就是把拆除店家 办公室时会出的废材的搬到卡车上 嘿咻,你是新人吧 在这里工作,鼻屎会变全黑的哦 虽然是处理建材的工地 但并不会借你护目镜跟口罩 灰尘超夸张的 两天后又把我调去做警卫 也就是在工地做指挥交通的 我记得警卫好像要接受专门教育 才能当的呀 这不会是违法的吧 但在这里考虑这么多也没用 这样那样的过了13天 今天是假日,但也没地方可以去 还有一天就到期了 这两星期里大概只做了一半而已 没问题嘛 最后一天的工作也顺利完成后 能领到多少钱呢 大概一半都在放假 加一个 五万啊 三万就算好的吧 无论如何我还是满心期待的 加一个 做主 你是付一万三千六百日元 好 被这么告知的那一瞬间 我根本听不懂 当然会这样呀 在这世界上 怎么会有帮人工作还得倒贴的事呀 请等一下 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会是付 啊 里面有明细 你不会自己看啊 下一个 明细 啊 工地间隙两天 一万八千四百日元 警卫四天 两万四千日元 宿舍费十四天 要五万六千日元 那么脏的房间还要收钱 一天还有四千日元 我可没听说要收宿舍费 而且没工作做 也不是我的错啊 烦死了 你没用才会这样的 反正钱没还完你不准走 不能回去 开什么玩笑 我当天晚上就从宿舍偷跑了 工头可以操作上班体制的 在这里只会越钱越多钱 干不下去了 一个星期后 我终于回到了大阪 我决定去找行政机关求救 虽然我又不可告人的过去 很害怕会被人找到我的行踪 但比去那种地方上班好多了 而2019年四月十四日 阿林劳动复制中心 因为建筑物的老化 以及耐震性的问题 被关闭了 据说在西城区 有高达一万五千人的日劫零食工 但大部分已经高零化 现在都是靠政府的救济金抚养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在人类瑕疵大学 今后会不断继续研究 人类的问题与bug 如果感兴趣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其他视频也敬请观看 请订阅我们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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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优与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